早晨,今天是12月11日星期一,歡迎收看《開市追渣沽》 今集我們有獨立股評人唐牛,和我唐凱雲陪你一起開始 好唐牛,今個星期大事有什麼焦點? 早晨,Wendy,早晨大家,焦點,看看是否反彈 很久沒見過反彈,希望大家集氣吧 是的,觀眾朋友,如果你有投資上面的問題,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F 在聊天室裏不講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問題,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是先跌後升的,標指在場今年以來的最高 美國11月就業數據好過市場的預期 加上最新,消費者通脹預期下降 增強市場對經濟軟著陸的信心 美股三大指數低開口都是到升的 道指收市升130點,收報36,247點,升幅0.4% 標指收市升18點,報4,604點 納斯特克指數收市向上,報14,403點,升63點,升幅0.4% 納斯金融中國指數跌大約0.7% 歐洲股市向上,法國股市升超過1% 一起看看焦點美股,META升近2% 蘋果、Tesla和Amazon都是向上 Google推出人工智能模型Gemini 星期四股價升4%後,星期五要回吐超過1% NVIDIA升2% Intel和微軟股價都是向上 二月託證券形式在美國買賣的方網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下 阿里巴巴截合70.4.3,騰訊截合303.9.8 網易和京東都比本港收市低超過1% 匯控比本港收市高超過2% 折合61.25 比亞迪、港交所和友邦都比本港收市低 電動車ADR個別發展 理想比本港上日收市略高 威來和小鵬都比本港收市低 阿泰區股市方面 日經平均指數早段一度升超過600點 現在升幅稍微收窄 但都升超過500點,升近578點 日經平均指數最新是佈32886點 升幅1.8%左右 首爾綜合指數升3點 息尼普通股指數升31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向下 最新跌40點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現在跌40點左右 恒指到16,300點左右的水平 稍後會和大家繼續跟進指數的走勢 和同學談談美股 彪指再創接近兩年的最高水平 上星期,全星期計上升0.2% 是連升第六個星期 亦是四年以來最長的連升週數 就業數據方面好過市場預期 11月份的非農職位增加了199,000個 市場預期增加18萬個 失業率是3.7% 市場預期是3.9% 大行繼續看明年的展望 花旗看好美股 預料标指明年年底的目標是5,100點 主要是受惠南丑業績的增長 他們的理據是 美股今年至今升了近20% 不過主要是受到科技龍頭企業攀升的推動 明年的指數升勢 相信會更加全面 因為南丑利潤的增長會更加廣泛 升幅可以達到10.4% 這是指的是企業利潤增長的% 他們看標指的目標就是5,100點 跟現在的水平計 大概有10%的上升空間 好了 都是持續在這個問題 美股就在高位那裡徘徊 剛才提到標指 就在近兩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你覺得接下來會有機會提早減息 即是對經濟著陸的前景 大家可能會有些擔憂的背景之下 美股是否能夠持續做好呢? 第二個方向就是問 如果真的繼續持有美股 應該繼續買那7隻 還是應該買回廣泛一些 或者標指相關的 關於經濟數據那裡 是否軟著陸還是硬著陸 似乎都是 我覺得看數據都是反反覆覆的 有時又會好過預期 有時又會差過預期 但大體上的感覺 暫時的經濟增長 好像你說出過飛龍的 也算是做得不錯 那你說 我想儲局現在暫時都是看著那個通脹做人 總之那個通脹 我按得到的話 我才會想說減息那樣東西 暫時的通脹 都還沒說去到它2%的目標水平 那我想變得 暫時都是會看著數據去做一個演變 但是不管了 我懷孕它 市升就可以了 即是它操作還操作 似乎美股都真是很強的 即是你說是除了10月那陣 曾經刷過下來之後 你想想10月刷下來之後 轉頭又已經去到頂了 那真的 那些資金都幾豐勇 是在賣美股的 所以變得現在 即是經常都問的 有觀眾問 你現在買什麼好 我覺得第一件事 首先看你有沒有美股 如果你說 我一向都有美股在身 那我想不用回答的了 你睡醒就贏錢的了 即是不用做任何東西 或者你喜歡買的時候 你會跌下來就加一些 因為始終你一早買下 你盈利有在手 你加住都一定會舒服些 相反你說我一直都沒有的 那怎麼辦呢 現在我想買了 如果現在才來買 我就會覺得你可能買指數就會好些 即是個股 你說七紅是很厲害的 即是升到慢慢升 但是他們的波幅會越來越大 即是你去到這些位置 隨時抽上來 倒插你10%都有機會的 說真的 即是我說以NVIDIA為例 你現在470幾 你跌10% 430幾 其實都還是很高的 而它絕對有空間去跌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才來入場 買這類型的股票 風險是大的 你沒有貨的話 所以我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現在才想買微股 我會建議大家 即是在指數買手 即是你說買一些QQQ 即是納指的ETF 或者是SPY 或者是VOO 即是標普指數 500指數的ETF去入場 我想起碼先壓低那個 叫做波動性 但是你又可以去享受一下 接下來的升幅 我想操作上可以從指數角度出發 嗯 好啊 這樣就是 因為不少那些 我們認識開的那些 其實都升到一個頗高的水平 嗯 是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那個風險 但是唐牛也會說 都是繼續看好的 是的 是的 好 因為接下來這個星期 就有兩個數據 都值得大家留意 聯儲局會在香港 星期四的凌晨 會公佈議席結局 另外這個星期 也會公佈CPI數據 嗯 CPI數據雖然未必 應該是不會影響到 最近的一次的議席結局 嗯 但是對明年幾時減息 或者息口走勢 其實都會有些啟示 嗯 都值得大家去留意著 好 我們打開那個恆指的走勢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講講上星期五的恆指走勢 好的 那跟大家看看 恆生指數 上天是高開低收的 高開27點之後 最多曾經升是118點 收市就是跌11點 收報就是16334點 國指收報5598點 跌17點 科指跌14點 收報3705點 大市全日成交 去到883億 北水錄得淨流入的 金額是33億7千萬 盈富基金 錄得最多北水淨流入 金額17億9千萬 美團有6億1千萬 中海油有5億3千萬 另外急跌19%的融創 有1億8千萬的北水淨流入 一起看看淨流出方面 小米有4億2千萬的北水淨流出 現行有4億 工行和快售都有2億的北水淨流出 好 內地周末期間都多消息 我跟大家講講 先講一些數字 公佈了最新的通脹數據 這是星期六公佈的 顯示中國再度陷入通縮 國家統計局公佈了 11月份全國居民的消費價格指數 即CPI 按年來比較跌了0.5% 是2020年11月以來 即近三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降幅比10月份跌0.2% 擴大了 而且連續2個月錄得通縮 按月計下降了0.5% 亦比市場預期下降了0.2% 其中食品價格下降了4.2% 非食品價格上降了0.4% 今年頭11月計 平均CPI按年上升了0.3% 另一個消息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上星期五召開了會議 分析研究2024年的經濟工作 自出明年要堅持穩中求進 以進速穩和先立後破 強化宏觀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調節 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是適度加力提值增效 而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未開的 預期會在近期召開 按照慣例 中經會每年12月召開大約3天左右 而中經會召開之前 會有一個中央政治局會議 被視為一個預備會議 上星期五召開了 可以說是為今年中經會揭開了一個序幕 不過今個星期二和三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外訪越南 所以市場預期 今個星期召開中經會的機會未必很大 可能會在今個月中至尾召開 我們看了兩組數據 第一個就是CPI的數據 第二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了 接下來會開中經會 你覺得現在的判斷 年底之前其實還有兩三個星期左右 降準的機會大不大 總有機會的 現在的經濟數據這樣的情況 即是你見到CPI、PPI都比預期為差 甚至是一個負數 那變成你有空間去降準 因為你不用怕通脹 我放水怕通脹 現在通俗更加要高 只不過就是說究竟 第一我假設是降準的時候 究竟那些通脹或者PPI會不會回來 即是做不做到 即是好像中央所說 即是題質增效 最重要是你做了動作 那樣東西是真是落到實體經濟 我想這個才是最重點 所以為甚麼 阿爺經常都要叫來 因為你要放貸 你不要不放 有數據說他有放的 是,OK 那就行了,最重要 我們現在就等了 即是你說有沒有機會降準 其實大家不關心 關心就是市會升 降準完之後會升 我想現在要股市升 是真的差兩個字 就是信心 你沒有信心就很難搞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 為甚麼我買完都是贏不了 那就是因為那些新錢沒有進來 我想你說要怎樣才可以令到市場有信心 即是 真的可能要是那個實體經濟的一個改善 令到大家夠膽重心去投入這個股市 但是這件事情 我想大家都等了一段時間 即是由十月到十一月到十二月 就等了 那可以怎樣才沒有辦法 我想現在大家就先堅守著信念 本人都持有一定數量的港股 那怎樣就等了 沒有辦法 那你現在炒股票就是這樣 在港股方面 所以就唯有繼續等的 即是現在都一萬六千八 是吧 上日是收一萬六千 不,對不起 不是一萬六千八 一萬六千五 是吧 總之 你說上日是一萬六三三四 一萬六三三四 一萬六千三八三十四 是 即是時間真的快了一萬六三 那就是 難道我叫你一萬六千三 打股票去嗎 不會吧 那就等了 但是我真心覺得 不要亂來扣 是 你想想你扣 一萬八、一萬七、一萬六千 到現在 你真的整個手都是 是 你又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升 還有升 會升得多少 你又不知道 那變得我覺得 即是蟹貨就先坐著 是 等了 但是你說再拼搏的話 我覺得 我自己的操作也是 我寧願選擇在其他市場去贏回 我港股的錢 那總好過你繼續投入去港股 第四就是曾經觸及過今年的最低水平 低位就是見過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七點 那就叫做都守著一萬六點 好 唐牛你覺得今年的低位其實見了沒有 我想都很難說 是 還是很難說 是 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七 是嗎 喂 跌多一百多二百點 絕對是可以做到低位 所以 還有我想 現在那些卵證分佈是怎樣呢 都是每天會反彈的 都是萬六點會不會 即是一跌穿的話 其實就殺很多牛 會的會的 都是那些水平 一萬五千八 萬六點都是很多人在反彈的 我想那些資金就很 即是 那些叫做 理念很強的 總之 駁到就駁不到就離開 是 而且始終 你現在這個水平 你萬六點的牛證 應該都不會很貴 是 那多少錢 那就用來駁一下 是不是 那對 你現在的水平 有一個水平 我不是發生的 有一個水平 正在那些水平 船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